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意外泄露体重,引发网友惊讶她太苗条。 近日,迪丽热巴现身武林大会,也是吸睛无数啊。 虽然没看到迪丽热巴跳舞,但是在刚开场的环节,因为迪丽热巴的体重,却引发了不小的热议啊。 在迪丽热巴迁道时,看到表格中需要填写体重,她也是脱口而出体重还要填吗? 看来内心是拒绝的。 不过迪丽热巴还是按照规则填写了自己的体重。 虽然镜头高弧,但是眼尖的网友仍然看出迪丽热巴填写的是47千克。 其实迪丽热巴因为胖迪的昵称,所以关于体重,一直是她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。 不过越是回避,粉丝们反而越好奇,一会说自己200斤,一会又说自己只有20斤的迪丽热巴。 真实体重究竟是多少呢? 难怪有粉丝表示,去机场接机要带体重秤啦。 说到迪丽热巴47公斤的体重呢,其实是和她官宣的体重相一致的。 不过对于女星来说,真实体重一直沉迷,所以迪丽热巴填写这样的体重,网友们的看法还是有分歧的。 有网友表示迪丽热巴168厘米的身高,这样的体重太瘦了。 都对不起胖迪的称呼,也有网友表示迪丽热巴的体重绝对不止47千克,太假了。 作为一枚吃货,迪丽热巴在节目中,只要见到美食,不仅挪不开眼,而且停不住嘴。 就是这样爱吃,但是在某综艺中,迪丽热巴却曾自爆体重只有45千克。 也是让为了减肥什么都不敢吃的妹,指门大呼不公平。 更让人羡慕极度恨的是,对于杨颖和迪丽热巴来说,同样的身高和体重,杨颖几乎瘦成了纸片人。 但是迪丽热巴却依然凹凸有致,这样不科学的体质,也真是要逆天的节奏啦。 不过,对于女生九十几斤的体重,应该算很轻了。 但是感受过迪丽热巴真实体重的男演员,却纷纷表示抱不动,吃不消。 这样神奇的操作,也是让网友们有些看不懂啦。 先是身高,191厘米的高尾光,拍戏时抱了几次迪丽热巴,就直接累到扶墙,而作为耿直北。 陆寒在背着热巴时,更是直接脱口而出他很重啊,画面也是一度很尴尬。 迪丽热巴还曾告知周渔民,之前的男主抱他都称不过一时五秒,周渔民还不以为然。 但是当他反复抱迪丽热巴三十几次之后,也是称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。 还吐槽,迪丽热巴看起来很瘦,体重其实不轻。 如果说之前的男星是因为缺乏运动,但是对于常年健身的邓超来说,感受过迪丽热巴的体重之后,也是吐槽胖迪是真的胖迪啊,更是让迪丽热巴的体重扑朔迷离啦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!